广泛而言,虐待儿童是指对18岁以下的人士作出或不作出某些行为, 以至令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到危害或损害。 伤害或虐待行为一般分为四类,包括身体伤害, 指对儿童使用暴力或以其他方式令儿童的身体受伤或痛苦, 而且有明确的资料可以肯定或合理地怀疑。 这些伤害并非由意外造成的。 第二类是性侵犯,是指强迫或有使儿童参与性活动, 而对儿童作出性方面的利用或侵犯。 而儿童并不同意或因为心智发展未成熟, 而不能完全明白或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性活动。 这些性活动包括与儿童有直接的身体接触, 或者没有身体接触的行为。 性侵犯可能会发生在家中或其他地方, 或者透过网上的社交平台, 以个别或有组织的方式进行。 包括以掌赏或其他方式引诱儿童加以侵犯。 亦包括以性为目的有色儿童, 即是有计划地透过不同的方法, 例如流动电话、互联网和儿童通讯, 和儿童建立关系或情感联系, 以博取儿童的信任, 意图对他们作出性的侵犯。 第三种是疏忽照顾, 是指严重或重复地忽视儿童的基本需要, 以致危害或损害儿童的健康或发展。 疏忽照顾可以由以下几种形式造成的。 身体方面,包括没有给予儿童必需要的饮食、衣服、住所。 没有避免儿童身体受伤、受痛苦。 缺乏适当看管儿童。 独留年幼儿童不顾, 没有适当储存危险药物,令儿童互服, 或者让儿童身住一个吸食危险药物的环境, 以致令儿童吸入危险药物。 医疗方面,包括没有让儿童接受必需要的医疗或精神治疗。 教育方面,包括没有让儿童接受教育, 或者忽视因为儿童残疾而引起的教育或训练需要。 最后一类是心理伤害或虐待, 是指危害或损害儿童的身身健康的重复行为, 或者照顾者和儿童之间的相处模式等等。 因为每个个案的情况都不一样, 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 工作员在考虑界定一件事是否虐待儿童的时候, 应该按每个个案不同的情况逐一评估。